给大家一个哈登不要卖敌 火箭会不会走到西角呀 哈登不得不讲 他这个能力确实是强 他和这个姚明如果说这是打党裁掩护的话 不得不讲啊 这连帅等恐怕呢 呃 尤其是21世纪前十年呢 应该会有很高的作为吧 毕竟那个年代呢 他整个这个篮球节奏啊 没有那么快 那个年代的情况之下 你不要低估哈登的存在感 当年其实呢 呃 很多顶级好手啊 他们的场军罚球次数 也是干到十个左右 你别感觉好像说 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没有罚球啊 哪是那样的 你要了解当年德文维德打总决赛 场军多少个罚球 我要没记住十六七四 这叫磁王嘛 当年那是镇镇磁王 靠另一手夺得这种冠军 那你算一算哈登啊 这说打总决赛的话 那这个待遇 如果说一个人干上去 配合着维德那种标准的话 那哈登不也是大傻四方 所以21世纪 前十年 你要说让哈登跟姚明携手 我感觉这还真就是 一对绝佳派档 哈登呢 他的本身打法是路 很擅长打阵地 他就是说发动快攻反击的 一般来讲是通过这个 超远距离长船 你比如说现在在费城 他经常出现 前方有个赛布尔 有个马克西 趁对方不注意 对方刚一打击 没来得及全员退守呢 一个长船 直指对方篮下 直插对方心脏 两三秒之内完成了一次快攻 他经常这么打 但你要说纯粹的哈登就持球 快速推进 不躲进 哈登属于典型的如洪流嘛 就是他运球一般来讲是 慢慢游游的 找节奏啊 他这样一种阅读场上的形式 就这特点 你不能要求每个人 他特点都是统一化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这么要求哈登 他自己的优势一面就就没了 你得符合他的球方特点去打 而姚明呢 恰恰也是发动不了快攻 因为姚明个个那摆的 移动非常缓慢 姚明是个典型的 比赛当中是强调缓慢节奏的 当年的火箭队就这样 整个一场比赛打下来的 回合数非常少 因为姚明属于是重型中风 因此呢姚明的风格和哈登的风格 可以说是无缝气和 这就有点类似于目前的费城 为什么说恩彼得 他跟哈登联手之后 打的你感觉那么适应呢 因为恩彼得本身就是个重型内线 他不擅长打跑轰 而哈登呢 就是蛮悠悠的 他跟恩彼得正好是一个节奏 那他俩这个节奏正好在同一个频率之上 这样一来形成了放大效果的 你要不是一个同频率的波段呢 那就有可能互相抵消 我特别擅长 快速的反击 你不是这风格 那咱俩之间打不到一块去 这是哈登 所以哈登如果真是跟姚明打仗 我感觉当年 科比布兰特携手这个加索尔 不一定能干过哈登和姚明 因为姚明其实打加索尔 那就纯属恩子打 因为加索尔没有那么强的三分火力 光靠重距离 你弄不过这个姚明 加索尔其实脚步也不是说那么迅捷 所以说哈登和科比 你要说遇到09科比的话 哈登不一定好死 但是其他版本的科比 我感觉哈登在配合上他跟姚明 如此契合的风格 不一定不行 如果真是跟哈登 姚明他健康那一年的话 有机会 绝对有机会 争夺冠军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